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我们开始学习第24章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极其变更和差错更正 大家是不是都听说过康美药业的造假案 我们重新梳理一下康美事件的时间轴 2018年的10月16日市值风云 发表文章康美药业盘中跌停 一次财务问题自爆 现今可疑人身更可疑 那么这篇质疑文章直接导致康美药业公司的股价 在短短10个交易日之内 由22块钱附近暴跌至12块钱 股价腰斩 2018年12月28日 收到政策会的涉嫌信息披露违法的立案调查通知书 此后媒体对财务造假的质疑从未间断过 期间股价最低跌至5.75元再次腰斩 2019年的4月30号在年报披露的最后关口 向市场投掷了300亿货币资金会计插座的重磅炸弹 把货币资金都给搞错 而且是300个亿 这得过分了 那么并且会计师事务所正中驻江对其已经插座更正后的 18年年报和公司的内部控制发表了保留的意见 保留意见的三个事项是这样的 第一个你公司正在被证监会调查当中 第二个账上有88.79亿元被关联房使用的资金核实不到 第三个账上有36.05亿元的工程款乱七八糟 没办法核实 19年的4月30号的下午 康美药业创始人兼董事长马兴田统治 接受了中国经营报的记者采访 语出惊人的称 前文提到的那句财务差错和财务造假是两回事 这让我们想到了 亲妹妹和亲妹妹是两回事 都懂吧 那么五个一字版的跌停开启 2019年的5月5号 由于两码事那句话太过雷人 证监会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对康美药业下发第一道问询函称 请你公司再次确认 会计准则理解错误和财务舞弊的区别 锋芒直直麻洞 2019年的5月9号 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 被中国证监会广东监管局立案调查 受到了牵连 那这里边的财务造假大家都懂吧 主观上的一种造假行为 美化他的报表 欺骗投资者 保住他的上市资格等等 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秘密 那这里边的财务差错或者说会计差错 又是怎么一回事 如果出现了会计差错 我们如何去更正它 带着这样的疑惑 我们一同开启会计政策 会计估计极其变更 极差错更正这张内容的学习 先把问一下考情的概况 这一张内容在客观题和主观题当中 均可出现的 涉及到差错更正的题目 几乎年年考属于比较重要的章节 重要考点 回头大家自己看一看就行了 那么这一章的内容 我整合了教材当中的框架 形成了我讲义当中的三节内容 第一节是会计政策会计估计 极其变更的概述 是相关概念的铺垫 那么这一节内容 大家注意每年必考一道题 让我们识别会计政策与会计估计 或者说识别会计政策变更 与会计估计变更 那么第二节是会计政策 与会计估计变更的会计处理 那么这节内容重不重要 也很重要 比如说他可以在主观题当中 最拼牌式的题目来考我们 政策变更 如何来进行追溯调整 当然他也可以放到客观题里边 考我们发生了会计估计 比如说固定资产的折旧 年限方法残值等等 发生调整了 按照新的会计估计 在某一年应当具体的折旧 或者说算它的账面价值等等 所以这节内容是不是也重要 第三节是前期差错及其更正 那这节内容更加的重要 不管你抽到的是哪一套卷子 那一般来讲都要考差错更正的 那么如果说大家听完这张的课 尤其学完差错更正这节的内容 做题的时候还有困难 去寻找原因 你别怪这张 因为这张第三节前期差错更正 它只是讲一个游戏规则 怎么去更正它 如果你做相关题目有障碍的话 问题在哪呢 不是出现在这一张 出现在前面的那些基础性的章节 业务的正确的合算 你还没有掌握好 你说你怎么去更正它 所以还是要把基础打牢的 那么第一节会计政策 会计估及其变更概述 第一个大的问题是会计政策概述 第一个小标题会计政策的含义 会计政策 这支企业在确认计量报告当中 所采用的原则基础和会计处理方法 这里边的原则 那对应的其实就是确认的原则了 这里边的基础呢 其实它对应的就是计量的基础 比如说金融资产买来以后 我们第一件事要干嘛呀 要依据合同现金流的特征 及其业务模式对它进行分类 那么把它分到第一类第二类或第三类 这叫什么 这叫会计确认的原则 那不同类别的金融资产如何来计量 如果第一类贪用成本 属性的是历史成本 如果是第二类和第三类的话 是供应价值 这叫计量的基础 都是会计政策 那么具体的处理方法 比如说长期股权投资的后续计量 在进行会计处理的时候有什么 有成本法和权益法 这也是属于会计政策 第二个小标题 会计政策的特点 有三个 第一个呢是选择性 比如说投资性房地产的计量 可以采用历史成本 也可以采用供应价值 你可以选 当然如果说选择供应价值的话呢 要满足条件 两个 第一个呢是有活跃的交易市场 第二个是能够取得它的供应价值 第二个呢是强制性 那强制性什么意思啊 就你必须得选择这种政策 比如说我们对联营企业 合营企业的投资 有重大影响 共同共治 到这种影响程度 你必须得按照权益法核算 没得选 那如果控制呢 比如说对子公司的投资 个别报表 你必须采用成本法 你能选吗 你选不了 第三个呢是层次性 它既包括确认的原则 是最高层次 你值得吗 计量的基础 还有会计处理方法 这样三个层次 当然这里面也包含猎豹项目 第三个小标题 我们在报表付诸当中 应当披露的重要会计政策 那么财务报表付诸的批诺 我们在上一章刚刚给大家讲过 对于这个内容 拍照片 射成手机的屏幕 没事啊 看两眼 利用这种零碎的时间 记忆知识点 效果极佳 而且还没有压力 第一个呢 是发出存货成本的计量 有先进先中法 还有什么 月末一次加权 移动加权 个别计价 是属于会计政策 那这个有同学不理解 说固定资产折旧的方法 年限残值等等 是属于会计估计 那为什么存货发出的计价方法 是会计政策呢 这个我前些年亮明了我的观点啊 我在微博上也都写文章了 存货的发出 我问你 对固定资产提折旧 是对它做中止确认吗 不是啊 账上的固定资产原值还在那呢 是能理解吧 只是一个价值的摊销问题啊 分往各企怎么分的问题 而存货的发出 那是什么呀 比如把存货给卖掉了呀 我们要带库存商品 借主营业务成本 那就终止确认了 把它的账品价值冲掉了 那涉及到确认环节的 这叫什么 这不是会计政策吗 第二个呢 是长期股权都市的后续计量 成本法 权益法 第三个呢 是投资性房地产的后续计量 成本模式 供应价值模式 第四呢固定资产的初始计量 大的原则是什么 是历史成本 那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呢 比如说分析付款购买 具有融资性质 那你得按照购买价款的 折限值为基础来 计量 再有呢 特定行业 还得把气质费用放进去呀 按照气质费用的折限值是吧 借固定资产代预计负债 第五个生物资产的初始计量 比如说产生的借款费用 是资本化 进入到资产的成本 还是费用化 进入到当期损益 第六个 无形资产的确认 比如说内部研发 要分成研究阶段和开发阶段 那研究阶段的支出 费用化 开发阶段 符合资本化条件 资本化 进入到无形资产的成本 如果不符合资本化条件 依然是费用化 进入到当期损益 你看这里面 既涉及到确认 也涉及到计量了 第七呢 非货币交换的计量 是供应价值 还是账面价值 都讲过了 第八借款费用 资本化 费用化 第九合并政策 我们到底是 如何来判断 把哪些公司并过来 能按照现行的准则 单一的控制模型 只要控制了 不管是依据表决权 还是依据其他的合同安排 如果母公司 不是投资性的主体 一般来讲呢 要把子公司并过来的 是属于确认层面的内容 就是刚才这个啊 这个是属于确认层面的 最高层的问题 那么第一个大的标题说完了 第二个大的标题呢 是快捷政策变更概述 政策变更 是企业对相同的交易 或事项 由原来采用的会计政策 改用 另外一种会计政策的行为 也就是说 政策变更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 是这个交易事项的本质变了吗 没有发生改变 比如说投资性房地产 我们这个商业模式 持有目的 依然是赚租金是吧 就是已经对外出租的这种状态 业务本质没有发生改变 但是呢 我们原来是采用历史成本模式 后来呢说 为向报表使用者提供更加相关的信息 满足了供应价值计量的条件 把它变更为供应价值 这是典型的会计政策变更 那么满足下面条件之一的 企业可以变更会计政策 也就是说会计信息 毕竟呢 它有一个可比性的要求 一旦选择某种会计政策 会计估计是不得随意变的 所以说做变更的话是有条件的 我们这里边呢是两个条件 满足其中之一就行了 第一个呢 是法律行政法规 或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等等 要求变更 国家让我们变 我们不敢不变 比如原来金融资产呢 是四分类 17年的准则修定 改成三分类的 原来呢 租赁 对于成尊人 我们要区分融资租赁 金融租赁 而按照修订后 18年修订以后的租赁准则 区分了吗 不区分了呀 原来收入的确认呢 是风险报酬转移的模型 现在改成控制权转移模型了 必须得变的 国家让我们变了 第二个呢 是会计政策变更能够 提供更加可靠 更加相关的信息 这个说的就比较高大上 实物当中 如果说变更了 会计政策 国家没让我们变 我们自己变了 往往有其他的一些目的 所以审计要关注这个点 提示 下边两种情况呢 不属于政策变更 第一个的是 本期发生的交易或事项 与以前期间相比的 只有本质的差别 而采用新的会计政策 比如说我们对联营企业的投资 百分之三十的持乎比例 追加投资达到了多少 达到了百分之七十 那么百分之三十 具有重大影响的时候呢 我们是采用权益法来核算 达到百分之七十合并的时候呢 要把它改成按照成本法来核算 请问这个是不是会计政策变更 为什么 因为交易事项的本质发生了改变 原来呢 权益法是对谁来投资啊 联营合营 现在成本法是对谁来投资啊 对子公司 反过来道理一样啊 比如说对子公司投资 处置股权 丧失了控制权 保留重大影响 虽然要把成本法追溯调整 成为权益法 但是它不是会计政策变更 为什么 因为交易事项的本质发生了改变 第二个呢 是对初次发生的或不重要的交易 或是想采用新的会计政策 那么初次发生的这个不能够就变化了 是吧 不能够就变更了 那么不重要的什么意思 比如说我们对周转材料的价值摊休 由分次摊销法 改为一次转销法 这个不作为会计政策变更 来处理 为什么 因为它的这个金额呢 不具有重要性 第二个大的标题讲完了 第三个大的标题是会计估计概述 第一个小标题 会计估计的含义 说会计估计是指财务报表当中 具有计量不确定性的货币金额 这个说法去年的教材做了调整 就是调整后的说法 其中计量的不确定性是指当财务报表当中的 货币金额不能够直接观察 不能够直接观察取得 必须进行估计的时候所产生的一种不确定性 因为它具有主观性了 由于会计估计不能够直接观察取得 进行会计估计时呢 涉及到以最近可利用的信息为基础 所做的判断和假设 而且可能会使用某些计量的技术 第二个小标题 会计估计的特点 这个一般了解 第一个呢 会计估计的存在是由于经济活动当中 内在的不确定性因素所产生的影响 第二个进行估计时呢 往往以最近可利用的信息或资料为基础 那你不能使用老掉牙的信息呀 因为环境变了 计量也要变 并且使用相应的计量技术 第三呢 进行会计估计并不会削弱 会计确认和计量的可靠性 不要认为有一些价值呢 金额是人为估计出来的 认为你会计信息不可靠 那不行 还得捍卫我们的会计的地位 OK 第三个小标题 在报表付诸当中应当披露的重要的会计估计 那这张表格呢 拍照片 设成手机屏保 没事呢 看两眼 第一个 存货可变现净值的确定 说存货的期末计量 是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输地 在报表上劣势 这叫会计政策 因为这涉及到计量的基础 涉及到猎豹的项目 但是如何取得它的可变现净值 就属于什么了 会计估计了 第二个呢 是采用供应价值模式下的投资性房地产 供应价值的估计 后边其实教材准则都讲重复了 用一句话来描述 某一个资产负债的项目 如果它的计量属性是供应价值的话呢 这叫会计政策涉及到计量基础这个范畴 那么确定完了供应价值这个计量属性以后呢 我如何去算它的供应价值 比如说按照供应价值计量那个准则呀 估值技术有成本法 有收益法 还有什么市场法 这个就是属于会计估计层面的范畴了 所以后面就不再重复的解释了 那么第三个固定资产 预计使用寿命净残值 固定资产的折旧方法等等 这个是比较典型的 第四呢 是生产性生物资产 预计使用寿命残值 还有折旧方法 它们两个差不太多 第五个呢 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 预计使用寿命净残值 你看这三个都是类似的 第六呢 是可收回金额如何来确定 如果说非流动资产 报表当中的劣势金额 是按照账面价值于谁呀 账面价值于可收回金额熟低的话 这个是属于会计政策的范畴 那下面我们如何去确定 它的可收回金额 要取两个数的较高者 一个是供引价值减调 处置费用后的金额 还有一个是 未来信金流量的折限值 这是什么层面 会计估计层面了 那么第七呢 是合同履约进度的确定 同样的一个原理 比如说履约义务 如果是在某一个时段内旅行的 我们要按照履约进度 按照时段法确认收入 这叫收入的确认原则 是属于会计政策 定下来这个会计政策以后呢 我如何去算它的履约进度 有投入法和产出法呀 比如说投入法里面 我们考试比较愿意考的成本法 要以发生的成本 占估计总成本的比例 算履约进度 这个就是属于会计估计层面的范畴了 第八个呢 是权益工具供应价值的确定 前面说过来 就说重复了 那这个呢 是确定什么 债务重组里面 债务转权益工具的这种重组方式 我们债务人这边 要按照供应价值确认权益工具 是吧 那供应价值怎么来确定 这个都是重复的 第十呢 是运计负债初始计量的最佳估计数确定 比如说会有事项满足了 预计负债的确认条件 有三个 现实义务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出 还有一个叫做金额可靠的计量 就要把它确认为预计负债 记住到当期存疑 这是属于确认的原则 没问题吧 是属于会计政策的层面 那么下面我们如何来取得 预计负债的金额 如何算它的最佳估计数 不讲了三种情况吗 一个是算数平均数 一个是加决平均数 还有一个是按照最可能发生的金额来计量 这个就是属于会计估计层面的范畴了 第十一金融资产供应价值的确定 跟前面都说重复了 第十二个是成组人队 未确认融资费用的分摊 就是对租赁负债集体利息 实际利率法 出组人队未实现融资受益的分摊 确认每一期的租金收入 都是属于会计估计层面的范畴 那当然我们成组人这边 要针对未支付的租赁付款额 确认租赁负债和使用全资产 出组人呢 要在租赁期开始日 针对未来收的这个款项 确认一个租赁投资竞额 这个是属于会计政策层面的 至于说后续未确认融资费用 未实现融资受益的分摊 就属于会计估计层面了 第十三是探明矿区权益 紧急相关设施的折号方法 与油气开采活动相关的辅助设备 设施的折旧方法 跟前面供应资产 无形资产都重复了 那么第十四呢 是非同意共识下企业合并 合并成本的供应价值确定 跟前面也重复了 那么第十五呢 是其他重要的会计估计 那这个表格就解释完了 第四个大的标题呢 是会计估计变更的概述 估计变更 是指由于资产和负债的当前状况 即预期经济利益和义务发生了变化 比如说弃制费用 法律修改了 技术进步了 不要求我们承担那么多的 恢复环境的义务了 或者说将来有恢复环境 因为技术进步 花的这个钱呀比原来少了 这不就是预期的经济利益 又发生了变化吗 从而呢 对资产负债的账民价值 或资产的定期消耗金额 来进行调整 比如说固定资产提折旧 我们原来认为 在十年当中带来经济利益 后来因为技术的进步 磨损等等 那只能够在八年里边 给我们创造经济利益 那就把折旧年限由十改成八 所以估计变更最典型的另一字 折旧方法年限残止等等的变更 那下边呢是会计估计变更的情形 同样的一个原理 会计估计一旦确定 不得随意变更 所以说估计做估计变更 一定是有条件的 那么满足其中之一就行了 第一个是 那已进行估计的基础 发生了变化 比如说某无形资产的摊销期 原定是十年 以后的情形表明呢 它的受益年限不足十年了 那就是调减它的摊销年限呗 第二个呢是取得了新的信息 积累了更多的经验 比如说我们原来对应收款 是按照5%这样一个预期损失率 提坏仗准备的 后来呢得到新的信息了呀 发现对方的财务状况恶化 把预期损失率呢 调到了20% 17年的多选题稍稍做了改变 甲公司专门从事大型设备制造与销售 设立以后呢 立即召开董事会的会议 确定有关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事项 那么下列各项关于甲公司董事会 确定的事项当中属于会计政策的有 A 投资性房地产 采用供允价值模式 进行后续的计量太对了 计量的基础 B 呢说建造合同 按照履约进度确认收入确认的原则 没问题 C 呢是租入的固定资产 作为甲公司使用权资产来核算确认的原则 正确 D 按照生产设备 预计生产能力来确定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 这个是属于会计估计 正确答案A B C 三个选项 第五个大的标题是会计政策与会计估计变更的区分 我为什么让大家拿手机拍照片设成平保 你知道哪些是会计政策 哪些是会计估计了 你当然就知道哪些是政策变更 哪些是估计变更了 所以说这个知识教材其实都讲重复了 第一个呢 会计确认是否发生变更 作为判断的基础 如果确认的原则都变了 政策变更呗 第二个呢 是以计量的基础是否发生变更 作为判断的基础 如果把成本改供运价值了 会计政策变更 第三个呢 是以猎豹项目是否发生变更 作为判断的基础 比如说原来内部研发的费用 包括费用化技术到管理费用的 和资本化形成无形资产 贪销技术到管理费用的 在利润表上 都是通过管理费用这个项目来裂霸 后来为了凸显研发的重要性 把这里面的研发费用分离出来 独立出来 作为研发费用 这么一个单独的项目来裂霸了 这个是属于裂霸项目发生的变更 也是属于会计政策变更 那么根据会计确计计量 我们基础裂霸项目所选择的 为取得余资产负债表项目 有关的金额或数值 比如说固定资产的预计 使用寿命净残值等等 所采用的处理方法 就不是会计政策了 而是什么 会计估计相应的变更 就是会计估计变更 那一般来讲 就涉及到估值的是吧 涉及到这个确定百分比的这种呢 往往都是属于会计估计 相应的变更 就是估计变更 那下边一个题目 是我结合历年来的真题 自编的这么一道题 企业发生的下连事项当中 属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有 A 首次执行金融工具准则 调整资产负债表的报表项目 这个业务发生改变了吗 交印事项发生改变了吗 没改变 但是我们变更了 它的报表项目 为什么 因为准则变了 国家让我们变 是属于会计政策变更 那么B呢 是投资性房地产的后续计量方法 由成本转工业 这个典型的会计政策变更 因为交易事项的本质没变 但是会计计量变了 虽处置部分子公司的股权 但仍然能够对被投资单位 施加重大影响 这是成本法转权益法了 个别报表把长头的核算方法 由成本法改为权益法 虽然处理方法改变了 但是因为它交易事项的本质也发生了变化 就不属于会计政策变更了 第一呢 金融资产的供应价值确定 由收益法改成市场法 如果我们确定某金融资产呢 是按照供应价的计量 是属于计量的技术 是属于会计政策 那下面呢 如何算它的供应价值呢 比如说采用收益法或采用市场法来估 那这个是属于会计估计层面的范畴 那就是估计变更 B呢 将产品质量保证 具体的比例有5% 改为20% 属于会计估计变更 F发出存货成本 计量由先进先住法改为移动加钱平均法 这个是属于会计政策变更 前面都解释过了 G呢 固定资产折旧 由年限平均法改为年数总额法 会计估计变更 H因业务模式发生改变 将某项债券投资 要以贪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重分类为以供应价计量变动进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第一类到第三类 那这个是会计政策变更吗 不是啊 为什么 因为交易事项的本质发生改变了 我们原来呢 业务模式呢 是收现金流量 后来呢 变成算差价了 那这个不是政策变更 I呢 因不再出租 不再出租 大家是不是有答案了 又模式变了 将某块土地 由也供应价值计量 到投资性房地产 转换为也历史成本计量的 无形资产 因为交易事项本质发生改变 不是政策变更 是重分类 房地产的重分类 那么 这呢 是执行新的收入准则 收入确认的实点判断 判断的标准 由以风险报酬的转移 变更为控制权的转移 确认原则变了 业务本质 没有改变 会计政策变更 这个是国家要求我们变的 K呢 因增资 假公司对乙公司股权呢 的后期计量 由以供应价计量 变动技术当机损益 改为按照权益法核算 这叫金融资产转权议法 交易事项的本质 发生了改变 不是会计政策变更 所以这个题的正确答案呢 是AB 还有谁 ABF 还有一个呢 是J ABFJ 这四个选项 是会计政策变更 OK 这节课就给大家讲解完毕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